在過去十年,大家都說香港球壇怎樣搞都搞不起 但在近年的本土政治氣候之下,香港足球再熱鬧起來 亦都有退役球員搞足球學校 33歲前港腳蘇來強,金貴正式掛香 和幾位前隊友一起搞足球學校 福建後第一間球會,趙sir、溫sir、鳳sir 我們四個當時都覺得踢球的前景不太好 我們都會想,將來不如我們有機會搞一間公司 又可以搞足球隊,又可以我們喜歡教球 又可以賺到錢,我們當時就已經有這個概念去搞一間公司 足球學校在香港越來越多 名牌球會好像阿仙奴、車路士都在香港設校 蘇來強打算有前港腳帶隊 主力開班教小朋友踢球 如意算盤打不響 於是他們索性向大人市場賣手 不如試試搞成人班 因為成人可能的消費能力都會高些 還有他們其實可能很多成年人都想學踢球 我們就有這個概念出來了 結果我們就搞了成人班 現在的人數也是挺理想的 其實除了開班教踢球賺錢之外 他們都很有心去搞青年隊出戰地區聯賽 而且完全不收錢 全因為之前一個經歷 好像去年他們約16歲 我都很直接問他們 其實你們有沒有人想做職業足球員 他們整班在里亞望 結果只有一個人舉手 蘇來強認為 年輕一代不想做職業足球員 因為找不到食物 而且缺乏認同 有一些正統的訓練 以及自己的應酬性 所以我們會有拍片、拍照、物理治療師 每一次都會有這些人在 令他們覺得我做足球員 原來是有很多東西 很多背後的人支持我 所以你們有黑… 然後lek 我也是破坑 欠缺一隻